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龙腾羊花匠 在我身边是一盆珊瑚珠 多年来受到人民的青睐 是人民比较喜悦的一种官国职务 怎样才能把珊瑚珠养活呢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你冬天的时候必须喷土一干 你就给它浇灰 结合中午的时候和太阳的时候 进行给它浇灰 这个光照方面 必须得这个同度的光照 你假设没有光照的情况下 它也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的 因为它是比较习惯的 但是呢 这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 你必须给它适当摘影 因为它对怕阳光的这个曝晒 秋季的阳光是比较违和的 这个期间你可以让它接受这个全光照 它才能多开花多结果 这个东阳湖是比较稀非的 你一年刺激可以给它薄费形式 在开花短过期间 必须给它多使这个领价费 让它这个短开花 能促进这个国势的碰打 土壤方面 这个东阳湖对这个土壤的要求 并不严格 比较那个激薄的土壤 它都能正常成章 但是你得保证它的这个透气性强 你要是不透气的情况下 很容易这个脚航飞到手难给的现象 好了 关于东阳湖的东西管户工作 我就给大家介绍在一起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小微炼 谢谢大家